现在广播在放的是红蜻蜓 这是1990年的一张专辑 我小时候了 我的第一盒磁带 嗨朋友们 筹款是独钟非常重要的活动 你曾经参与过吗 今天是2024年5月19日的早上 我到了位于巴生的信华独立中学 看了他们义卖娱乐室 还有一位老师带我参观了校园 让我对独立中学和他的精神 有了新的认识 我们一起去看吧 可以说是我来大马到现在 见过最最热闹的一个机会了 这边都是小朋友们自己组织的 学生们组织的 刚才校长也在这里 这里非常非常热闹 因为是小孩子组织的 你看就非常有活力 摆放很常整洁干净 而且呢 它的设计也非常有美感 就有年轻人这种时尚的气息 对美的追求 孩子们都非常热情 这里人很多很多 年级班级 人身顶沸 王太好像把20令吉 直接抖内到了小孩子的乡中了 两个孩子看得也是一脸闷 不过能够为独钟做一些贡献 我们也是开心的 看这个鹿鹿叫乱乱鹿 很有创意啊 买完购物券 我们就采访一下这位同学吧 你好 同学你怎么称呼啊 我叫新元 新元你好 这里是一年一次吗 这样的一脈 算是二年一次啦 而且因为MCO 我们也很久没有办一脈会了 这样的一个集市的目的是什么呢 其实主要是让学生去尝试卖东西 然后也是为了去筹款啊这样 你有参加过几次呀 我今年是第一次 你才参加 你觉得这个气氛怎么样呢 我觉得挺好的 因为人上人海嘛 挺热闹的 你们准备了多久啊 算是从年头五个月吧 差不多 有五个月 很久了 会分什么娱乐档啊 饮水的或者是食物 就他把资讯来转告给我们学生 让我们学生去准备这样 这个过程中最有乐趣的是什么呢 像是你卖东西啊 食物那些 饮料那些都要起名嘛 我们就会要去起很有趣的名字 我觉得这个是挺创意的 对 好的 谢谢你 哎呀别走开 我的嘉宾老师这就来了 大家好 这一位是Wendy 做一些校室的工作 好的Wendy 那你今天要带我去 新华独中的校使馆吗 在新华独中的校使馆 我们去吧 走 好 别急别急 退回去 这位笑呵呵的咬着铃铛卖冰淇淋的老先生 是新华独中的副校长哦 校长好 要记住他们 这里是校使馆所在地啊 这也有很多捍卫和学生 呃 杨忠李是新华中学的创办人 哦 他当时是女学生 哦 他在发生中华因为学潮 校长呃 代理一般学生 家长和老师的 又创办了新华 新华中学1944年创校的时候的一个印章 哦 这个前例呢 是中国那时候是国民政府吧 哦 因为这些的发校都向中国国民政府立案了 哦 每个发校会有一个这样的印章 哎 哎呦 接下来随我和Wendy老师一起去图书馆 我们再重温一下学生时代的那些日子吧 觉得孩子们很有创意啊 正好给他们目版 看电影啊 哦还可以看电影 对视听去 他做的是非常的 fashion啊 好看 第一次进入读中的图书馆 等下是长书 哦各种长书 行 很多书 这是图书馆服务团的团室哦 哦 好像学校的一些 龟台借书啊 环书啊 还有一些牌书啊 都是学生图书哦 哦 大家自己组织起来 对对对 还有二手书 这里可以卖 董事长张贵 这是学生可以使用的 然后有期刊啊 收集所有的报纸啊 期刊啊 考题啊 其实这也是一个参观学校图书馆很好的机会 不然没有机会过来看啊 相当也是一个open day 对 然后那边是给老师用的哦 Wendy那你也应该也是独中毕业的吧 哦对对 你是在哪一间 温城 哦温城 对对对 我现身就行华校友 就在这里 我看很多人过来就是在看乙圈 对他们来的时候可能也是回顾 回 又温顾了一下自己年少的时光 Come on 我们一定要看一下Wendy 他们编著的孝史 这是你们在编著的四本是吧 是哪四本呢 二三四 这四本 风 风雅颂 风雅颂 对 它有一本有上下册 其实是三卷啊 哦 这你先生 有先生 新华校友 对对对 对 这叫我们编的 嗯 我们看一下 这是他的印 这是他的印章 对对 他的印章 还有校歌吗 我刚看到 这个是礼仪廉词 礼仪廉词 就是校训 嗯 基本上很多读中的校训都是礼仪廉词 对 因为那时候是国民政府推的 他们全国 就是中国国内全国的一个校训 对 当时候 就是儒教的精神吗 嗯 对 新华中训 校歌 就是以前的老校长 嗯 因为律师 嗯 那他提那个0.1学生的语录 嗯 母语教育有人类的印子 嗯 对 然后这个是董事长 Wendy还告诉我 新华中学是一所顶级的读中 她还秉持自己独特的教育理念 她的目标是发展学生的其他的能力 但这样的话又能够让她的学术表现一流 是很难达到的 对 因为主要是她的生源 她的来源很好 因为比如说她们要考进读中的时候 她会筛要入学室 她就已经筛选一轮了 这一块区域最好的学生吸收 这样也好 这样她可以把她的教学理念更好的贯彻给他们 不单单学习活动 就是希望学生有各种能力 比如说她会发展她课外活动很强 他们学生有领导能力 筹备能力 组织能力 沟通能力 好像她们那些摊位都是美班学生经营 看得出来 而且她们脸上都是朝气蓬勃的 对对对 很积极向上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 真的就跟去夜市就完全不一样 而且她们把她们那种设计 教育 其实我觉得这样的机会特别好 因为大家都过来 她也是去推广学校的一些历史文化 站在里面有一些游戏 学校互备玩的 读中条件真的是非常好 至少这一间是这样 他们自己筹缓 完全不输国际学校 但是价格只有十分之一 所以她叫娱乐士 你看她有很多玩的拍照的 很厉害 这个是360度成像 还有圈圈 孩子们好聪明 最大的竞争就是国际学校 对而且国际学校越来越多 有私立学校 有条件进读中的话 我真的觉得非常不错 还能接受更好的中文教育 这个视角真的是 看一下 大家站在一个鸟看的视角 再来看一下新华读中 在这个中间看到吗 这上面既是瑞化 也是新华培养的人 对社会中的贡献 Amazing 不要错过了楼上 楼上的教室里 每个也都有各种活动 而且更加凉快一些 而且我发现 她整个组织和这里 在管理的基本都是学生自己 她的学生的 他们强调学生困境 这很重要 学生真的是主人 他会有这个意愿 就投入进来 而不是你来讲 我来听就好了 就不会这样 好像他们的教师节 也是学生办的 有些活动 也是学生主机办的 因为她不收政府管制 所以他们的自由度比较强 然后每一间独钟 他们可以有自己的办学特色 讲到这个问题 你可以介绍一下 像几间不同的独钟 他们的特色大概都是什么样的 发生是独钟 他是单轨制 单轨制就是说 他在政议课里面是上同考特程的 但是他们有忽略英文和马来文教育 他们英文有英文中心 也是很好 只是他们也有报考 马来西亚知识政府的会考 只是他们是非常自信 感觉更加国际化 然后你刚才也讲 很注重学生的全面发展 注重全面发展 以学生为主题 然后培养学生的各方面能力 这我觉得是很先进的一个理念 因为他们现在要跟国际学校 跟全球的一个教育趋势竞争 但是我们还没有资格进读中吗 外国人 最近好像董教总他们 就是推一个不要以成绩之上的一个目标 就非常好 比如说以前同考成绩开航访 每年他们会拿一些学校拿到多少个A 几个率多少之类会登报的 现在他们就是淡化 淡化这个成绩的渲染 对我相信即便你不叫说 但是他拿出去的学生 国际上在招收这些同学的时候 看的还是他全面的能力 对对对 recommendation letter 还有他自己写的statement 对吧 所以应该还是会有 只要培养出一个好的学生 因为现在高等教育是很多元 只要你中学毕业应该都 成绩不开采都能够进到大学吧 对只是那种适应的能力 未来社会的需要的能力 对啊 需要培养 这是宿舍 这东的后面是宿舍 ok 还有宿舍 对 所以他有人文教育 还有人文走廊 他的idea就是人文啊 然后科技 在国际这里 然后这个是科技大楼 他的headway啊 超过很多国际学校啊 对 走也带你去科技大楼看一下哦 是可以开放给公众来做 哦 他也考虑了和整个社会 这个community之间的关系 对 谢谢 这是科技大楼的十楼 对 好多人啊 对 有一个全景 车 那边是人文大楼的楼顶 那边是人文大楼的楼顶 就是天文台 你说港口是在什么地方 那个方向 这条路一直走 就是港口 哦 前面 对对前面 前面就是大海 对前面就是大海 所以平平 对啊 你看这个跑道 健身房 好大呀 嗯 我不禁还想要问一下Wendy 独钟在现在的发展中 有遇到什么问题吗 呃 你可不可以讲一下 现在哦 在马来西亚的独钟 会有哪些问题吗 呃 现在马来西亚独钟 呃 面对一个就是 呃 教育 教育多元化的一个竞争 比如说 来自国际学校啊 实力学校啊 就是 呃 选择多了 他们不一定要 呃 进来独钟 嗯 呃 所以独钟的教育要改革 哦 要跟上时代哦 哦 那像政府呃 有在鼓励独钟的发展吗 呃 政府没有鼓励独钟的发展 呃 但是他 如果他不打压了 已经是很很大的 对 对 对 OK 现在这一代的管理者 董事会啊 老师 他们对 独钟的一个 建设的这种信念 呃 你觉得跟老一辈子有差吗 呃 呃 是有差的 因为现在 主要是董事夫他们老化 呃 呃 没有那么的悲情了 已经 以前他们 以前是跟政府有一个对抗的过程 独钟在1970年代有一个 助行运动 呃 经过助行运动 呃 呃 人还是一批批的过来 非常非常热闹 可以说 是我来大马到现在 见过最最热闹的一个集会了 甚至于超过游神 你看 来的人除了学生 有很小很小的小孩子 有中年人 像我一样 也有老年人 他们为什么过来呢 只是为了买东西吗 我就不是 那独钟可以输出什么东西 对他有这么大的吸引力呢 独钟传承的是一种精神 他给社会贡献的是人才 呃 呃 在这个之下 他不单能够卖东西 他有他的诗集 孝史 他的孝舍 他的理念 呃 都是 对他有价值 都是对社会有价值的 我觉得真是这些东西吸引了 社会上的各路人嘛 那我们祝福独钟可以越办越好 她是在乎中 不断追逐他的路 不断追逐他的路 不断是永恨的家 他依旧是他的王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